我说一书感觉的 因为拿着钥匙的人是有权并的 为什么一个人拥有钥匙 表示他有能力打开和锁住的能力和权并 但是有许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个奥秘 他不知道他们身上有多少的权并和能力 当我把我家里的钥匙给Nancy的时候 就是代表说 意味说他可以享有我这把我家里钥匙所带来的威力 当他去我家的话 不用说不用拿着钥匙进入我的家 不用说哎呀牧师我可以坐你的手法一下 我可以打开你的冰厨拿水喝一下 我可以用你的厕所一下 或者种种 我可以用你的洗衣机一下 不用因为我交钥匙给你就代表你有这个权力 你有这个权力使用这个钥匙 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妹妹 你有这把钥匙 耶稣已经把这把钥匙交给你的 耶稣今天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并钥匙交给你的 但是我们虽然的话我不是说 耶稣 我明白我知道这个钥匙在我身上 可是很多戒指导人没有用这个钥匙去打开 很多戒指导人没有用这个钥匙去打开我魂锁 难怪他们过着一个很可怜之急的生活 我面对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人 今天我再一次鼓励你引你分享 你有这把钥匙 这钥匙能够给你打开 只是释放 这钥匙能够给你捆绑锁住 这钥匙能够给你打开